对的 当我们把脚底都放在加仨走廊的时候 在俄乌的阿富提夫卡 你说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个绞肉机 它不再变成绞肉机 俄军在这边有重大伤亡 已经伤亡数千多人在所不惜 对 没错 阿富提夫卡这个地方 事实上现在成了我们第二次 称呼到所谓的人肉绞肉机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现在已经两边 俄罗斯跟乌克兰两边打得一塌糊涂 一天俄罗斯发动进攻 二十几次都被乌克兰给击退 那么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俄罗斯伤亡这么惨重 它非拿下来不可 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战略价值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 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巴赫姆特了 我如果能够拿下来这个地方了以后 那么它现在也朝这个巴赫姆特的地方 从防守变进攻 它要拿回被乌克兰所进攻 给抢回去了一个地盘 那它严重到什么程度 乌克兰其实为了要守住这个阿富提夫卡 已经很多美国援助他们的装甲 是被打掉嘛 坦克被打掉嘛 人死了很多 但你知不知道俄罗斯死亡 死亡更惨重啊 多少 一天一天之内死亡人数1100名 然后呢 坦克 坦克比较少 七个坦克 两个火箭弹发射车 32辆装甲车 12架无人机啊 可是你知不知道从上个月底到现在 因为这个阿富提夫卡的这个所谓的战役呢 总共俄罗斯已经死了快9000人 总共大概有218辆的坦克 跟420辆的这个装甲车 在这个地方被乌克兰的炮火 跟它的相关的无人机给机毁 这么惨烈 现在还紧急调动4万多人加入这个战役 一定要拿下来 因为它太重要了 这个地方呢 那么象征的俄罗斯在进入冬季以前啊 能够拿下来反攻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指标 所以俄罗斯不管我出动多少人 我就一定要拿下这个地方 哪怕你乌克兰 对不对 哪怕你乌克兰那么守得在密 我就是攻攻攻 所以才会有发生那个一天之内攻打了二十几次嘛 一天打二十一次 24小时轮坡一直打一直打 他们四万俄罗斯四万名的这个部队呢 每次都分几千个几千个 不断地打不断地打 当然啦 那么在这次打的过程当中 我们从很多乌克兰所公布的相关领带 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坦克一样被开花 对 一样包括踢拐两的坦克等等这些 还有这个俄罗斯的相关的 这个等于说甚至于第一次还被 还被直接把价值 号称上几十亿三百亿的 这些反飞弹可以侦测反飞弹的这些车子 那些灵敏的高科技的车子全部打掉 当然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那么事实上呢 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今天有一个令人感伤的消息 为什么呢 西方媒体说 其实打了那么久 打到现在冬天 第二个冬天要来往了 要来了 乌克兰其实至少已经战死了七万多人 这还不包括受伤的十二万人 对 所以事实上那当然根据乌克兰所发表 他们一向会把你知道战争双方嘛 一旦会把一向会把自己压低 然后把对方死伤弄高嘛 如果根据乌克兰讲的 俄罗斯已经死亡三十万人了 这太多了 但我问题问题是一半应该跑不掉 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战争啊 还有那么虽然 虽然这个国际现在焦点不是放在尾巴吗 那但是我觉得那么一些国家所援助于 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武器跟这个晶圆呢 确实发挥了功效 之前我们不是讲英国的暴风眼吗 对 然后的飞弹嘛 这次法国所提供的相关类似暴风眼的飞弹 一枚就这个建功了 为什么 直接把克里米亚俄罗斯造船厂的 全新飞弹复卫舰一枚而已 砰就把给炸掉了 除此之外 这几天 那么这几天 乌克兰又公布 他们直接把画面公布 他们用攻击自杀无人机 又把两艘俄罗斯的 包括坦克 包括人员的登陆舰 也集成 直接集成 那现在这个伤亡人数还不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这边你来我往 你来我往 不过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 俄罗斯其实有一段时间 从九月到现在 很少攻击 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嘛 这几天又空袭了 而且很显然会锁定相关的这些 所谓的燃油啦 天然气啦 发电厂 让他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要 俄罗斯要让乌克兰 你在寒冬来的时候 没有办法发电 所以用这个攻击维生 民生系统呢 想要迫使 那么乌克兰屈服 现在在俄乌战争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个叫做幽灵部队 对 不是巴赫部队打得很紧张吗 巴赫部队紧张的时候 导播看 导播看这个就是 幽灵部队的装备 看起来就像一个神秘的幽灵 他们都是咒服夜出 咒服夜出里面 这个20个人都是把狙击手 这一段时间已经杀了 524名的俄罗斯军人了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巴赫姆特那个地方的话 有一个幽灵部队 然后很多人 大家问幽灵部队的 领导到底是谁 就是他 他的呼号就叫做幽灵 那么BBC来接受 他接受BBC的访问人说 我们不喜欢杀人 但是呢 我们必须要杀敌人 我们必须要歼灭敌人 然后呢 他们这些人直接隶属谁 泽伦斯基 所以呢 他可以拿到 直接 对 泽伦斯基 对 他们说 这个幽灵部队呢 直接是隶属 总统率 泽伦斯基管理的 所以呢 他们进到巴赫姆特的时候呢 他们咒服夜出 他们拿都是最精准的这个瞄准器 拿的都是最好的夜市系统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 他们说呢 他们锁定好之后呢 其实 只要一个对一个 根本在夜社里面 还可以看得出来 这里有两个人 然后呢 他们只要锁定之后 好准备先打掉一个 砰出去之后呢 可以精准打击 把一个打掉之后呢 另外一个 哇 我隔壁的同僚怎么回事 怎么倒在地上 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 砰 又打掉一个 所以呢 他说这些东西 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的夜市能力是非常的强 而且他们用的狙击枪 都是欧洲最新的一个武器 所以打掉一个 根本不用花太多时间 另外一个 所以他不会让俄罗斯的士兵 在巴赫姆特这个地方 草木戒兵 我走着走着 我旁边的人就打血 走着走着 我自己也倒下去了 对 所以他们说夜间的狙击的话 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 夜间狙击的话 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 红外线的一个镜头 也有办法来快速的瞄准 所以呢 一枪一个 他们就说一个晚上呢 可以狙击十名的俄军 他们可以打到 他们不敢出来巡逻 所以巴赫姆特这个地方的话 你说除了用这个 这个坦克车过去碾压 或者轟炸机 或者是无人机的话 他们说对他们士兵 打击威力最大的就是这种 我在战斗的时候 我当然知道我可能会被打掉 我连晚上 我连巡防 甚至呢 我来换哨的时候 我连走在树林里 就不见了 不是这很重要你知道吗 对 我们打仗讲 攻防收警戒 攻击防御搜索警戒 警戒就是你晚上 如果没有警戒 人家随时可以摸哨 可是我要警戒 我一定要夜巡逢 这我怎么知道 我警戒这间哨所 有没有安全 可是我攻防收警戒 我一开始 警戒的时候 你就把我摸掉了 对 而且你发现没有人来跟你换班 或者是安全士官不在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个大事都大掉 另外一个画面 他们也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 第一个锁定好之后 就直接把它清楚地打击掉 打击掉之后 你数个几秒 不到40秒的时间 找到另外一个 又把它给狙杀掉 所以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效率的一个部队 他们说 他们让这些俄罗斯人 把它登出 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土 登出 你自己回到俄罗斯去 也就是现在乌克兰在巴赫布特 已经占有优势了 对 当占有优势之后 我就可以把我的幽灵部队拿出来了 对 把它放出去之后 幽灵部队再加上另外一个是俄罗斯的叛军 俄罗斯的自由军团 他现在自由军团也学了这个乌克兰 他们在打击的过程当中 拍了非常多的影片 然后最近释出了一个 一分多钟的 before跟after 他这间影片里面告诉大家说 我们之前已经知道说俄罗斯有哪些的武器 包括自走火炮 还有这个是破级炮装甲战车 他先做一个对比 这些东西影片先给你看 然后呢旁边附上一个小图 把它打掉了 一个一个一个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呢 我可以精准的知道说 你有哪些 你有自行火炮 你有破级炮 你有这个所谓的自动破级炮装甲战车 后勤装备 我都知道 对所有的仓库 我都一个一个把它拿掉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在面对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幽灵部队 然后在面对这个俄罗斯自由军团 所以呢在巴赫木特这边的话 节节败退 这个地方是哪边 是乌东地区 乌东地区呢 在最近这两个礼拜呢 不停的往俄罗斯那边去靠 那就表示说呢 这个战线已经出现了一个 不对称的一个方式 所以巴赫木特 迟早有机会应该就被拿下来 而且 这个巴赫木特刚刚讲的巴赫木特的幽灵 你想他们应该是特种部队吧 应该都是专业的战士吧 他说没有 他说其实我们根本不喜欢战争 对 我们是不得已的 我们是为了保家卫国的 他们干嘛 有的是农夫 有的是工厂的作业员 有的是刚刚讲的 全部都是平常都是 是因为这一次事件 大家才集结起来的 对 这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人叫酷奇 他就说了 我本来就不喜欢杀人 我原本是在工厂工作 但是一个功能可以快速的变成 泽伦斯基总统旅的一个狙起手 那就是因为他们都有经过 英国那边的一个训练 所以训练完之后丢回来 可以精准的打击 那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是 这个乌东地区 因为泽伦斯基讲 战场已经进到莫斯科了 对 已经进到莫斯科了 我们来告诉大家 这一个是一般来讲 你看到就是一个商办 可是第一次被打击的时候 被无人机攻击的时候 他跑出来了一些文件 这些泽伦丢在地上 大家一看 这个是政府的文件 所以这个地方 恐怕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7月30号发生这个火光 就是无人机来精准打击 打击完之后 其实俄罗斯来强烈谴责 31号再打一次 昨天又打了 对 同一栋大楼 这告诉大家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你把这些政府机关 放在商办里面 你危及其他正常人的一个生活 第二个 他们是有办法千里飞行的 然后用无人机飞到这里来 而且你看 这个多精准 我就是打你这个楼层 上面的也没有 下面的也没有 然后同一栋 我竟然还可以再打第二次 然后最近来讲 这个已经被他勾机出来了 是海鲤直升 海鲤的无人机 那这个无人机谁弄的 就是乌克兰 他自己弄的 那现在来讲 主要两个 一个是海鲤 一个是Airbom 这个可以飞多久 飞多久 飞超过1000公里 这个可以飞到805公里 所以等于说 从这个乌东的战事 每个都可以强程投射到莫斯科 现在来讲的话 对莫斯科来讲很头大 纽约时报跟CNN都报道说 现在巴赫木特大反攻 已经出现了一个 南北夹击的状态了吗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在巴赫木特 乌东这个地方 他们释出了一个影片 这个俄罗斯的装甲兵 在走的过程当中 先被人家击到 打击到之后 下来的话 这些阿兵哥都逃 四处逃 可是逃逸的过程当中 一个一个被精准的抓到 连装甲车想要逃兵的过程当中 都被这个尖射武器 直接给打掉 那这个东西很精准 被包抄了 对 被包抄了 这东西很精准的 这个画面都把它释放出来 告诉大家说 在巴赫木特这边的话 他们确实 乌克兰是得到了一个 重大的一个胜利 现在来讲的话 在这个影片里面 他先把这些人给拦下来 然后告诉他们说 你还不要投降 他用英文讲说 你不是依然 你就是被弄死了 结果这些人就跑掉 跑掉之后 他们竟然有办法 分三机作业 然后他们跑掉了 怎么办呢 然后指挥部就说 如果他们要跑掉的话 就开坦克去 直接 直接把他们碾毙 然后这样子过程当中 你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种刺激效果 但是确实 他们开了坦克 直接把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碾毙 直接碾毙 直接这样子碾过去 他就告诉大家说 要嘛你就投降 不过他有个伏笔 他就说你免蔽之前 再问他一次 你要不要再依然 就这样子 这些人就这样 跑到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已经要往大后方来撤退 这个时候呢 他们指挥官讲说 先不要射杀他们 他可以跑这个地方 代表什么意思 没有地雷 所以呢 你让他跑 然后你跑过去 确定说 他跑哪个地方的时候呢 都没有地雷 我们下次就从这个地方进攻 对 等到他们穿越了 以为成功了 在 空泡 那个无人机 从空中 砰 直接把我们给打死 所以你当成带路的 你让他跑 然后你跑过去 确定说 他跑哪个地方的时候呢 都没有地雷 我们下次 就从这个地方进攻 对 等到他们穿越了 以为成功了 在 空泡 那个无人机 从空中 砰 直接把我们给打死 所以你当成带路的 另外在扎波罗勒这边的话 他们也是取得了一个重大的一个优势 因为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已经把第一线给打穿了 打穿之后呢 他们现在要处理的事情 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地雷跟铁丝网 可是呢 他们已经可以慢慢慢慢过去处理 甚至呢 他们带了这个摄影镜头去看 他们说 把他们打掉之后呢 其实他们留下了很多的弹药 甚至留下坦克 二军的坦克 对 二军的坦克 所以他们就说呢 二军现在有没有 有心来攻击呢 有心来防守呢 其实都没有 他们现在来讲的话 包括他们的弹药 包括他们的坦克 包括他们所有的机具 全部都留在这里 就画面上面讲的 他们不只留下坦克 还有坦克的炮弹 所以呢 现在扎波罗勒这边几个点 被攻破之后呢 接下来 这个乌克兰的士兵 就可以长驱止入 现在乌克兰的反攻 已经看到了一些近战 这也不是讲吗 两边在胶着 根本讲到在巴赫木特 甚至在乌南地区 很多重要的高地 很多重要的制高地 被拿下来了 对 没错 实际上这个 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媒体都报道 说在乌克兰的 这个攻击来说话 在乌东还有乌南 目前为止都已经展开了 大规模的反攻 你看他说的是这样 Main Thrust 就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道 已经 尤其是反攻 已经开始了 这是纽约时报 说的一件事 他目前讲的 乌克兰的战争在这边 在这个乌东这个地方 还有乌南这个地方 其实都是 已经展开所谓的 这个双方对攻的 这个状况 那特别是什么呢 保险这次乌克兰的 主力部队 他在砸破罗勒 这个地方攻击 这个地方 还是跟俄罗斯 在互相僵持的一个局面 那当然啦 这个俄罗斯已经说了 他要准备什么 他下一个阶段 准备要把这克里米亚的 克斯大桥 完全把它炸掉 为什么 因为他说 这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进来 这个补充物资的 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他说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交通设施 这是军事化的设施 所以乌克兰可以 合法的把它清除掉 虽然他已经目前为止 下一个阶段 可能会把克斯大桥 完全摧毁了一个局面 那哲罗斯直接点名了 对 没错 好了 我们讲乌冬战场 乌冬战场来说 最重要当然是 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那巴赫木特 我们之前曾经讲 这个在这个之前 这个瓦格纳 曾经把它完全占领 但是目前为止 你可以看到说 整个破口 你看这乌克兰 目前这一块区域 是俄罗斯掌握的区域 他已经完全很多部分 被乌克兰突破了 打穿了吗 在这一代来说的话 是在巴赫木特的南边 这叫克里斯奇夫卡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说 目前为止 这个乌克兰 完全往这边进攻 往这边进攻的时候 你看他已经打穿了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的军队 到目前已经开始 往后撤退 他现在已经被迫了 往北边撤退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 从南边往这边进攻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部队 准备要两边 把它夹击住 所以巴赫木特 目前为止来说 恐怕过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 跟过去是乌克兰 俄罗斯拿下 搞不好会被乌克兰 完全包围住的一个局面 所以这个箭头 现在就是乌克兰的 一个进攻方向 对 对 没错 那除了在乌东战场 在乌南这边也是一样 这在敦内斯克这一带 在敦内斯克这一带 有一个斯塔罗麦尔斯克斯的 这个地方 这地方来说的话 保洁你知道 目前为止来说 俄罗斯 你看乌克兰的军队 是直接往这边攻击 他沿着这个河谷 往前推进 因为这个河谷 目前为止 你看这边有一条河 他的河谷比较平坦 他要沿着往这边推进 那在这个地方来说 真的是乌克兰的 主力部队在这边 双方在这边 互相用什么 坦克车互炸 但是我觉得 美国这时候 他加码 他加码什么 我觉得他这次 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无人机 叫做黑色大黄蜂的无人机 黑色大黄蜂 我记得这个无人机多大 你知道吗 他就手掌这么大 他约莫斯在10公分长 然后2公分左右的宽度 然后飞出去之后 他这个无人机 你不要看他小 他也可以夜市 他也可以日间这个使用 尤其他上去之后 可以飞大概约莫斯 两个小时左右 这要做什么呢 这用来短距离的 就是说我靠近你的时候 我可以发射做 这个所谓 黑色大黄蜂的上去 监视你 所以你可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兽帮已经在短兵相接 用这种小型的无人机 或许更能够掌握 俄罗斯军队的走向 克兰收回了领土 你看领土越收回越多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说四路进攻 在比尔格罗德 扰的这个俄罗斯整个后方 完全是一片混乱的这个局面 现在其实热战地方有两个 一个在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现在完全热战到什么程度 巴赫木特这个地方 乌克兰是用所谓狼群战术 他们的第三突击旅 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骚扰你 骚扰你之后 他们现在过去是俄罗斯 说我们获得这个巴赫木特 三分之二的土地 甚至四分之三 现在是反过来 现在反过来是他围着你 被乌克兰躲回去了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话 乌东战场有可能会节节败退的 一个状况 另外在杂波罗的这个地方 双方俄罗斯跟乌克兰 最精锐的军团在这边对峙 现在打了这个局面来说话 乌克兰已经开始占了上风 而且现在打到目前为止来说话 乌克兰武器越来越多 你看他用什么 用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 用自杀无人机 他甚至摧毁了 别尔·姜斯克的雷达战 这个克里米亚的雷达战 摧毁了 他们都已经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先弄瞎你的眼睛 然后我开始 无人机开始出动去攻击你 别尔·姜斯克离乌克兰的战领区 有很大的距离 这么远的距离 我都可以用无人机 把你的雷达战给破坏掉 那除了这个之外 俄罗斯目前军心散换不缩 你看散换到什么程度 他们这T72坦克 要在那边走走走 就没想到自己踩到自己 布勒雷就自爆了 所以事实上现在整个 俄罗斯的这个军心 真的完全是不想打这个仗了 好 导播我们再看一遍 刚刚讲的你从乌东到了乌南 这些蓝色区域里面 它是呈现一个全面推进的状态 全面推进的状态 刚刚讲的还已经出现了 很多重要的突破扣 对 没错 那最近普丁怎么办 普丁他就说我们要团结 除了要团结他说什么 我们现在俄罗斯 你看他还自己在壮胆 虽然我们俄罗斯的这个品质 是在提升 但是数量不够 那如果要停战的话 他现在开出了条件 你希望不能够在军援乌克兰 那根据这个目前为止 俄罗斯媒体也证实说 的确在这一波战场里面来说的话 俄罗斯损伤至少死了11万人 有非常多5个将军以上的故事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真的打到目前为止 很多人都质疑说 普丁你还要再继续打下去吗 好 另外就刚刚讲的 导播我们看这张图 在这个俄罗斯战场上面 有一个地方的名字 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那就是马力波 因为马力波是第一个 被打成废墟 被打成空城 两边的部队在这个地方 根本是进行殊死战 可以刚刚讲到 现在刚刚讲这些蓝色的线头 都是乌克兰部队开始进行 往前不往下 干嘛 他们人家 我就是要把马力波整个切开 切开了以后 整个战局就会翻转吗 没错 目前为止来说 在乌东战场 还有乌南战场 这一边来说 这是杂伯勒这一带 他们有开始往南推进 他们目前有主要两支部队 一个往托克马克 他们原本是想要切开 乌东跟乌南之间的联系 另外在这个地方 在比较靠近 对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往这个 福尔诺华卡这个地方 往前切 现在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保险你知道 他们一天时间 已经往前推进了 一公里左右这个市场 他们全面推进 全面推进 对 看到这个对俄罗斯来说 压力多大 因为第一个 他这边有梅利托波 这边有马力波 到底你是往下攻呢 还是说现在有一个说法 是他们要直接去取这个 别尔江斯克 直接取别尔江斯克 把别尔江斯克取下来之后 就完全切断马力波 跟这两个城市 而且你打到别尔江斯克 那是一个海岗 不就直接切到黑海去了 对 所以现在为止来说 俄罗斯来 他其实也不知道 你要怎么样作战 所以目前为止 真的对乌克兰来说的话 是取到一个 这个完全领先的一个局面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防 为什么要拿下别尔江斯克 我跟你讲 因为这边有机场 我们曾经讲过 这边也有这个船舰 黑海舰队在这个地方 那你看最近一段时间来说 很多俄军 他们已经把这个 原本在赫尔松这个地方 你看 他们都已经把这个 前线里面的这个飞机 军机 轻松了吗 对 米8或是米24 或是K52的这个直升机 还有这个K29的直升机 全部都移到 别尔江斯克这个地方来 他这个地方有27架 所谓的乌军的 俄罗斯军队的这个直升机 也就是说他显然也知道 你一段 如果真的目标是 别尔江斯克 你把它切断之后 我真的会陷入两面尴尬 从他现在掉了大量的部队 从赫尔松掉来的 就在别尔江斯克 这个地方 在那里等你啊 你说我要死守 别尔江斯克 对 没错 所以当你要死守 别尔江斯克的时候 别尔江斯克就出现 怪事情 他非常重要的雷达战备炸掉了 当目前为止来说 因为乌克兰已经往 这个别尔江斯克去前进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当时在这个别尔江斯克 这附近来说话 有非常多的直升机 开始往这个前线去前进 所以事实上现在乌东 这个所谓 杂波罗日这一带的 这个乌南乌东战场 变成是双方在这个地方 要准备拿下一个 非常重要的这个据点 好 那现在你刚刚讲的 在杂波罗日的这个地方 对 现在全世界刚刚讲 俄国跟乌克兰两大军团 两大最精锐的部队 竟然在这里对决了 对 我们就讲 这是在杂波罗日这一带 这就是之前被炸掉这个水坝 这个水库这个地方 你看 现在俄罗 这个乌克兰军队 就是蓝色的这个部队 它现在往南推进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讲 国公内参里面最精彩的 这个所谓徐棒会战 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发生 为什么 类似这样 为什么 双方都把最精锐的兵团 在这个地方 要集结起来互相的对攻 为什么 普丁这边拿出了 我第58团军在这个地方 他就完全要守住你在这 那乌克兰来了一个第47旅 那47旅是什么 宝洁 他们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军团 他们操作 他们不但装备 你说整支部队 对 都是北约训练的 没错 他们不但的北约训练不说 他们的所有的装备 坦克车 包括这个装甲运军车 全部都是美式装备 欧式装备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两军在这个地方 准备要在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作战 如果乌克兰能够推进的话 如果击溃这个第58团军的话 对 我俄罗斯在说话 大概乌南战场就已经大概确定 他大概就可能会一路败退 所以现在对普丁来说 他下了命令就是 你一定要守住 目前的杂波罗热这个地方 因为过去他的普丁的赫赫战功 拿下车程 拿下克里米亚 谁打 就是58级团军打的 如果58级团军在杂波罗热都输掉 代表普丁鸭香堡的军团 所以才说双方在这个地方 拿出鸭香堡来这个决战 就在这个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来说 第47车这个机械旅来说 你看他们这个徽章在这边 这样一个马的这个 一个龙的这个状况 那你看 像他们来说 他们这是什么 M2的这个布莱德利的 这个步兵战车 这是美式装备嘛 他们还是往前线移动 另外他们说 他们目前为止 即使是布莱德利的这个步兵车 他被炸掉 你看他被炸到 其实他已经被这个旁边的火炮炸到 但是他还是OK 继续可以继续前进 只是说有部分机组损坏 你如果这个机组人员 你如果真的要逃开 还是可以逃开 所以你知道美式装备 其实是相当相当好 其实你被炸到 还是可以完全逃开的一个状况 我们这边看到T72甚至T90 当你被开罐了以后 里面的人根本跑不出来 或里面的人受重伤 就没有想到 这个布莱德的战车 我已经踩到雷了 里面的人还是安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鲍尔坦克说 我被炸掉了 被炸掉了以后只有履带受伤 车体是完好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些所谓欧美的装备 真的相当强 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TOS-1A的火箭车 你看直接被乌克兰摧毁之后 你看他就整个完全炸掉 的一个状况 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形 你看完全就炸掉 这个TOS-1 就完全毁掉了 就完了 就完蛋了 那你看所以你知道 双方的武器真的是不太一样 那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的军队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这里面 他们已经进军了 他们在庆祝 为什么 他们拿下了俄罗斯 在这个地方的几个堡垒的这个情形 连我们刚才讲到 之前就有知道他们有无人机 对 可是现在的无人机 用得更粗神入化 这个无人机不可以单点攻击 它可以交互掩护 抱歉 事实上这几天发生了一件事 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塔尔汉库茲克的 这个军事基地 这基地里面原本有一个俄罗斯 非常先进的这个雷达 那你看结果这几天被他发现了 然后他被炸掉了 你看他这个雷达的这个 完全被炸个洞 炸个洞 基本上雷达是已经不能够使用了 那到底是谁去攻击呢 目前乌克兰的说法是说 我们可能用这个无人 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你 然后把你这个雷达 毁坏了一个状况 好吧 那这个当然这是他们的说法 这个俄罗斯媒体说 怎么可能是自杀无人机 应该是用飞弹攻击的吧 双方是不一样的说法 好 可是为什么这个很重要 那这个塔尔汉库茲克 这个雷达战是2020年才建的 2020年才建的 他目的是什么 你看他入位置 在克里米亚这个地方 他当然是为了要整个 这个cover整个烏克兰战场 而且他这个里面来说的话 他是俄罗斯最先进的 这个天空M的远程预警雷达系统 他这个可以同时的 联动所谓的薩姆300 薩姆400 而且还可以侦测 这个大附近的所有的 这个攻击无人机 所以我现在先把你摧毁 那是什么意思 我准备大军要进来 我先把你的眼睛摧毁掉 那你眼睛摧毁掉 你这个就已经 薩姆300都没办法用了 甚至连攻击无人机 都没办法做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 发动非常多 包括说像这个所谓 海马式火箭弹 甚至这个什么暴风的飞弹 暴风幻影的飞弹 我全部都可以攻击你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乌南战场 你看这个重要的 这个军事的眼睛 被戳瞎之后 当然对俄罗斯来说更不利 那你要想说 那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乌克兰他们有成立一个 秘密的特务组织 他们这个特务组织是带什么 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 给他们这些相关的自杀无人机都很小谈 他们都潜入到前线后方去了 他们是特务 他们潜到后方去的时候 就有时候就开始发动 所谓自杀攻击这样 自杀无人机上去 让他在这边巡逸 巡逸这个飞行之后 寻找有力的目标叫这样攻击 你知道现在其实呢 另外一个 最近普丁不是说吗 要和谈可以啦 但是你欧美不要再给武器啦 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这样说 因为欧美再给他武器 他真的受不了啦 你看美国现在又准备再吸引一批 给他大概约莫3.25亿 但是理念来说其实最引人注意是什么 贫幼蛋都要给他了 我在英国之前已经给他贫幼蛋 已经运到前线去 现在连美国也都要给贫幼蛋 所以那如果真的给贫幼蛋的时候 那俄罗斯坦克那不是更糟糕 那不是对这个乌南战场 你第58集团区 我就不是可以完全见面 所以目前为止对普丁来说 他现在已经要好好思考 接下来如果真的全面 我的王牌部队 如果真的折疾在 这个所谓 整个杂波罗勒的话 那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好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到的是在俄乌战场上边 乌克兰跟俄罗斯其实已经 僵持大半年之久 大半年的时间里面 有一点像谢谢乌战士里面 僵持在这地方 可是刚刚讲 导伴我们看在这个图 现在不过在短短一个礼拜的时间 刚刚讲到俄罗斯在这个地方 是有重兵的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是有防御公司的 那防御公司不只有一线 它是有好几千 好几层 结果发现你看吧 现在乌克兰是全面挺进 这些蓝色的部分 全部往前挺进 不止往前挺进 现在最精彩的杂波罗日 已经派出我在北约的王牌军 跟俄罗斯的王牌军 两边正面对决 所以董事长 刚刚讲那种三雨欲来 或是整个大战爆发 真正大战 你没讲 前面还只是尖兵的这种碰触 感觉大战即将爆发了 对 因为这个礼拜 这一个礼拜的作战的情况 我们大概来归纳一下的话 大概它前进的 整个的前线部队前进的距离 大概6.5公里而已 6.5 并不是很长的距离 然后整个总占领的收复的面积 大概90平方公里 大概位于哪里 就是位于巴赫木特跟扎波罗的 中间这一个区块 整个解读起来的话 看起来就好像说 俄罗斯的最精锐的 最顽强的抵抗的这个 整个的壕沟 跟整个的地雷阵 整个的布防 整个被打出一个缺口 挡不住 打了一个缺口出来 所以这边打出一个缺口 是关键的地方 那这个90公里的面积 怎么打的你知道吗 它用夜袭打的 主要是夜间攻击 因为虽然双方都讲都有 双方坦克车都讲 都号称有夜袭的能力 对 但是真正有夜袭的 真正有作战能力的 完备作战能力的 只有西方的这个 只有北约的部队 对 北约的部队 跟美国的部队 所以用夜间的攻击 不断的有这些 就是这种重大的散获 这是第一个 然后完了之后 它也会有后续 再看这两天 会有什么效果呢 如果这个防御攻势 被突破的话 代表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代表了后面有一大段 的这个攻势 不是第二线的攻势 变得有个很长的空间 出来了 这个空间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了北约的榴弹炮 这个部队可以开始 对第二线的攻势 开始轰 可以开始攻击 所以我可以一马平穿了 对 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 它对这个众生 会快速地去扩大 如果后面有大量的炮兵 在继续做 这种大量的攻击的话 那俄罗斯的部队 在这个线上来讲的话 就可能会被击溃了 那击溃下来的话 就是我刚刚施松讲到的 往下再深入的话 会打出一个很大的缺口 看看这个礼拜的发展 是不是这种情况发生 对 然后关键我就讲哪里 因为这个点 我们的判断 就是你刚刚谈这个 叫做主攻点 那你刚刚看到扎波瑞也有 巴洛木特也有 还有这个 这个比尔格尔也有 这叫什么 仰攻点 它打了好几个点 对 它打了四个点在打 它真正的主攻点是这个点 目前成功的地方 对 我刚刚讲的 在巴洛木特跟扎波罗瑞 这个地方 在断内资格这个地方 它攻出了一个 我刚刚讲的 大概90平方公里的一个正面 那它现在就利用这个正面 再继续进一步的扩大 对 因为这个是最 它目前对外宣称 最具体的战果 所以我们刚刚前面 这一个 已经讲了大概有 这样一个月的时间 对 静默时刻 为什么呢 它有好久 它用火力侦查 是 同时有很多养工跟 养工跟主工 看不懂嘛 对 那现在看出来了 今天比较明朗了 就在这个区块 就是巴洛木特跟 薩波罗的中间这一块 所以这一块 如果是我 我们刚刚讲 如果是西方的军事家 军事分析家判断正确的话 那就会从 顿内资格是主要的 像向下 像一把尖刀一样 对 做一个非常大量的一个 往前的一个突破 所以他们就讲 这往前突破 你要不然就是把马力波拿下来 要不然就是把 比尔姜斯科拿下来 不管拿下马力波 或是拿下比尔姜斯科 你都已经控制黑海了 它有可能 就是说 在这里来讲 它有大量的炮兵攻击 跟其他的那种 大量的火力 火力压制的情况之下 会把这后面的所有的补给线 它的指挥所 全部切断掉了 那切断掉这一线来讲的话 那这边刚好 所以它的整个 它的特种部队 部队 就可以向下继续 把这个部分收复 那后面 就会有更大面积的 收复的可能性 那这个战场 就会有决定性的变化 因为整个补给线 整个被切断了 好 逸凤 刚刚讲的 现在是精锐进出 之前讲 有没有使用无人机 有使用无人机 可是那是单点突破 那是单点的猎杀 可是现在 这个无人机上面 把这个地方当成狩猎场 它不但是可以单点 它可以单兵作战 它可以交互掩护 它甚至 有一个小规模的组合 无人机 进行猎杀了 对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无人机 它们的产量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 它们几乎每个地点 都可以弄一个 3D的组合无人机 第一个 你士兵先来看看说 到底这个战场上面 有没有它的目标 然后呢 你不只是在那边看到 你只要飞上去 你飞上去之后呢 你用这个远距来看 你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有没有人在跑动 那有没有人在跑动的过程当中 无人机就把你锁定住 锁定住之后呢 你侦察的无人机 你就会叫来其他狩猎的无人机 其他狩猎的无人机 当你的侦察点 锁定之后呢 把座标给了出来之后呢 哇 这个负责去杀人的无人机 就直接像是神风特攻队一样 整个俯冲进去 完全没有时宜 就把这个房子给炸了 哦 增收的 作战的 攻击的 是不一样的 他们就像是一个3D的部队 在天空上我慢慢的找 慢慢的找 当然我确定好之后呢 当你进到这个房子里面的话 不是我这个主无人机 我只是负责当我的眼睛 然后呢 我的左右两翼就飞进去 发现你看他们直接轰炸 然后呢 直接带了膝弹 直接炸毁 那这个东西呢 有没有人员的伤亡 对乌克兰来讲 完全没有 我只要一直不停的投放无人机 而且他们的产量已经起来了 可是对俄罗斯的士兵来讲的话 他不只要面对豪钩的 不只要面对坦克的 不只要面对高空的一个 空对地的一个飞弹 无人机在天空飞 他们其实只要看到无人机 就吓得跑去躲起来 可是躲起来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直接给轰炸进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乌尔战争 到打到现在来讲的话 乌克兰其实是步步进兵 因为他们已经把这套3D的立体化 已经做到非常的完整了 难怪俄罗斯现在的士气这么低 刚刚讲到 现在乌克兰主要是夜袭 晚上不能睡觉 晚上在睡觉的时候 你随时会进行攻击 好 我就算是白天 白天我要防止这些无人机 无人机声音是很小的 你会在无声无息的状况下 对我进行轰炸 对 当你看到无人机的时候 他是直接就下去了 然后下去之后呢 你就GG了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俄罗斯 他们也要做了一个宣传 之前不是说俄罗斯 他们说我打掉了你们的鲍尔坦克 结果呢乌克兰说你不是 那个打到的是旁边的农根基 不是鲍尔坦克 然后现在呢 他又出了一个新闻稿 他就说呢 Russia says it hit a little part 这个鲍尔坦克 还有美国的 Bradley 这两个坦克都打掉了 而且呢他这次有附上的画面 哦 我们这次有 揭秘你的鲍尔 揭秘你的Bradley的 这个美式坦克 所以俄罗斯也要进行宣传 对 然后呢 可是这画面出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了后面 觉得乌克兰这个 这个北约的武器 真的太厉害了 你看到这个鲍尔坦克 其实已经被他们给开了 罐头了 被炸了 而被炸的过程之后呢 诶 里面的人 还可以慢慢的逃出来 所以呢 你虽然 里面的人没事 对 虽然你损失了一个鲍尔坦克 损失了一个 美式的一个 Bradley坦克 可是呢 它的防护性还是很强的 更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你缴获了嘛 你缴获一定要把这东西给带回去嘛 可是俄罗斯的士兵 过去看的时候发现 哇 它的机器引擎还在运转 你一个开罐头 在过去来讲 我们看到的这个俄罗斯的 被炸掉之后呢 不管T72 T90 T81 对 T90这些全部都死光了 可是呢 当打开的时候呢 发现它的装甲板 还是完好的 然后呢 你把内部打开的话 它的机械还在运转当中 最主要的是 人员还是可以完整的逃生 人员走了 对所以现在就来讲的话 其实你这个俄罗斯 你在过去的T90 这些二次世界大战的东西 面对北约的这些武器 先进的装备 其实真的是没得比 所以这样 没有比较 对 没有伤害 对然后现在来讲的话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 你看哦 这个之前给了它爆二坦克 那你给了这个主机之后呢 其实有给了非常多的一个弹药 那么现在其实包括德国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给的东西越来越好 这画面上的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这是乌克兰战场里面 要第一次 终于有画面出来了 这是DM53A1的一个穿甲弹 这个穿甲弹呢 你上面都是乌克兰 士兵写的问候 就是说看到我们 你开心吗 这个东西其实是德国 配上了这个爆二坦克 以前来讲的话 我给你爆二坦克的一个 一个坦克车 你自己要把这个弹药给准备好 现在这个东西打开进去之后呢 而且这是强化版的 这DM53A1乘甲弹很厉害吗 它非常的厉害 在过去来讲的话 你要打坦克车的话 你为什么要往上打再往下打 那是因为你最粗弱的地方 就是你人员进出的孔盖 你要精准的打到 可是这个就不用那么辛苦 这个的话 只要你打到任何一个脚点的话 它都有办法 有办法来串列 串列之后呢 不管你再打到哪里 铁板倒不住 对铁板倒不住 你只要进去之后啊 里面有一些栏油 里面有一些东西 你一点点的弹药 就会造成整个的爆炸跟毁坏 而且呢 这一批德国说 我们这是加强版 里面的弹药呢 是特装的 所以这个打下去之后呢 相信俄罗斯的人员呢 跟俄罗斯的坦克 是挡不住的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是 以前我们的炮管 你大概打个一千次两千次 你要赶快换炮管 你要不要做维修 没有 他说这个炮管 德国制的PZH 2000的自走炮 搞不好看这个话 这炮管 打了两万次 还可以用 对 这个就是非常 我现在对德国的装备 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对 其实在过去来讲的话 德式的装备呢 不用再讲了 就是世界第一 但是呢 你这一次的技术 大家会觉得 这太离奇了 因为你过去来讲 没有战争 没有实际上的操作 你很多的情况 大家觉得说 你这个数据出来又怎么样 可是当乌二战争出来之后呢 你发现他这自走炮的炮管 非常漂亮 而且他可以打到两万次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你没有太多的修护的时间 所以呢 你可以不停的攻击 你不停的攻击 这一次的乌二战争 也浪荡的大 惊艳的就是德国公益 不只是说的好看 你真正上战场之后呢 打得很厉害 好 因为刚刚讲的 现在已经不是嘴巴掌角 我要反攻 也不是嘴巴虚的说 我要做进攻的时刻 现在正刚讲的 真的在巴赫木特 扎波罗热这些地方 已经打出了一些突破口 这已经把俄罗斯本来在这个地方 最强的防御攻势给突破了吗 对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切断 切断之后让乌南地区跟克里米亚 跟乌东乌北地方来整个切断 让俄军来讲疲于奔命 这是我想应该是 因为北方有非常强的壕沟 有这个所谓的农牙 有这些非常强的防御攻势 所以你的突破一公里都非常困难 结果你突破六公里 突破六公里就代表 你过去八年所累积的所有的攻势 都被破坏了 对 那被破坏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像德国 像这些西方国家 他们提供了相关地面的这些武器 其实是派上用场的 你看到像德制的武器 因为说严格讲起来 这场战争当中吃亏最大的就是德国 他北析一号二号都不见了 然后接下来他的经济状况 跟中国又撕破脸 德国现在在想的 我认为在想的 他如果能够借由这些场 这样的一个战争来讲的话 也把他的军火推销出去 你觉得怎么样 整个东欧国家 如果不用美制武器 如果说当然美制武器他们会买 但是德国武器他们也买 而且美制武器比较贵 如果德制武器 如果真的在欧陆来讲的话 算是比较方便的 欧洲可以拆一脚 德国可以拆一脚的话 在军火市场上面 绝对可以占优势的 难怪肖子一开始 我只要给你头盔 而且头盔还不敢送进去 放在边界你自己来拿 现在讲说 德国是把自己的鸭箱堡 全部都给丢出来了 越看越像一个商业展了 越看像这个德国 武器大关 大关 让乌克兰 让哲伦司机把他的武器 你看 原本他们在所谓的 一般的演练 或是一般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设计过程当中 也没有实际操作过 在战场上 这个武器的效能到底怎么样 而现在在乌克兰的战场上面 能够让德制武器能够 这个一番来讲的话 让他们获得肯定 这个对德国来讲 是这个要不得的事情 因为未来真的东欧国家 或是甚至非洲国家 都会改买 改采买这个所谓德制武器 那这样的对德国来讲的话 就可以填补掉 他在这场战争当中 原本的应该叫损失